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留下蟹蟑螂 蟹蟑螂经过了冬天的开花 现在进入春天了 春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开拜了 开拜之后进入生长阶段了 不过生长阶段有三件事不要对它做 就是在它休眠期千万不要对它做 进入四月份了 它正主义一个休养期 所以在休养期有三件事不要对它做 第一个不能不修剪 随着温度已经慢慢的上升了 除非是眼光调控温度 否则的话这个蟹蟑螂年后半年之后 不会再开花的了 春天最后一波花已经开拜了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适当的把一些残花 把一些老叶片给它输检 就是完全的把它做一个输检 这样更有利于它后期的生长 就不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还导致它急着出现一个瘦肉尾粘 修剪的时候再残花下来 第二个叶片或者是第三个叶片 修剪掉是比较合适的 不要留的太长 留的太长的话也是特别的难看的 也会影响它消耗大量的养分 这样就能够让它很好的渡下 为渡下做准备 给它修剪掉这其实给它补充养分了 因为这时它是需要大量的养分供给的 如果是固体肥的话 比如说这些颗粒肥 微生物颗粒油脂肥 这种固体肥的话 基本上一个月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个表面下去大概三厘米的位置 挖一条浅沟槽 然后把我们所挖出来的一些土壤给它回填就可以了 或者是使用一些液体肥 这种多油型的液体肥也是可以的 液体肥的话 比如说像这种里面所含的瓦性多糖氨基酸成分 葫芦薄是特别的多的 成分是比较充足的 使用的话一个兑上一千毫升的精水 给它十五天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种的话可以频繁的给它使用也是无所谓的 第二个就是浇水不能太紧 浇水太紧的话它会造成一个根腐的现象的 就是以偏干为一样 不要太过潮湿 就是积水过多 积水过多就会造成一个腐烂 第二个就是浇水不要太紧 浇水太紧的话 它的根会被闷坏 就导致出现一个腐烂 整个脊柱就出现一个死亡了 就得到长死了 这是以偏干为一样就可以了 第三个不能够暴晒 因为进入春天 还有江接近这个夏天了 在南方养护的话 对它暴晒的话 它会造成尾面不生长的情况了 养着养着就剩下一个花盘了 因为陶鸡这个叶片脱水了 就不能够增长的生长了 所以这时候呢 不要给它做一个蒋光暴晒 最好是把它放到一个散射光的位置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放到一个蒋光下气暴晒 这样对它的生长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好了 这期主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蟹爪蓝 禁入四月份养护 一定要做好这些动作 好了 下期再见